欢迎锁定TVBS2100看世界的网络直播 我是叶佳荣 又到了星期五了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聊天室 留下您对新闻时事的看法 来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我们今天先来看是又有台湾的渔船 越界侵入其他国家的经济海域 这次是一艘来自基隆的渔船 他们是呢不小心跨到了日本的海域去 所以呢日本的官方就登检 也将船上的人都扣留了 而事后呢了解到船东 他是付了大概120多万元 希望能够平息这个争议 日本官方没有透露这起事件调查的细节 不过呢有船员就私底下讲 他们认为呢 当时这个双方的海域其实有一点点重叠 只不过是稍微越界认为罚款的这个金额 实在是不够符合比例原则 基隆一艘渔船越界日本的经济海域 清城船长和轮机长还有六名印尼籍船员 遭到带走调查 到了下午有了新进展 急忙交代就马上挂电话要赶紧汇款救人 5号凌晨一点多基隆一艘浮阳266渔船在彭加与东北发288里 被日本海上保安厅路而岛管区的公务船登检扣流 这艘渔船在6月25号从基隆八斗子出港作业 船上有两名台籍船长轮机长还有六名印尼籍员工 因为越界捕鱼被带回日本调查 我国驻日本代表处也已分别向日本水产厅 及外务省表达关切 要求禁述释放人船 最后协商已罚款600万06千日元 大约是121万7千元的台币处理 但过程中一度还因为汇款上限限制汇不出去 因为渔船一趟游费就要80万元 现在又正值渔讯期 要把握时间继续捕鱼作业 船暂时要等到月中才会返航 其实在2008年时 我国海钓船联合号进入到钓鱼台海域作业时 就与日方发生冲突过 也因为我国与日本的经济海域有重叠 后续签订台日渔业协议 协商出占定执法线 这次事件就是扶杨266号超过执法线1.5里以外 这些很难说 因为我们这些没看到我们不知道 很无奈 渔民表示海水不停流动 有时不经意就过界并非故意 若真的有发生类似情况 也大多是以缴纳罚款为主 只是远洋海上作业相当不易 还是得要多加小心谨慎 TVBS新闻流行回南亭 基隆采访报道 很多人就想问 难道真的捕鱼这么容易越界吗 我们访问到一名比较资深的船员 他就告诉我们 其实呢 一般出海捕鱼都是要靠卫星导航的 不过一切没有办法判读 到底有没有到对方的近限制水域 这一切都是最重要靠船长的经验来做判断 又有渔民被中国大陆海警骚扰 五号接近中午 澎湖渔民在木斗宇西北三十二海里 接近海峡中线作业 结果被中国大陆海警跟肩 甚至广播驱赶 海巡台中舰就在渔船附近 但渔民抱怨 海巡人员不仅没出面 跟大陆海警对抗 反而要求我国渔船离开 海巡公布画面澄清 有成功阻挡海警干扰 劝渔船先离开 是避免发生冲突 不代表对大陆海警让步 就怕大陆海警找借口登船扣押 目前木斗宇作业渔船 陆续返航避风投 不过这几天渔船接二连三出事 先是大静满八十八号被大陆扣押 基隆级渔船扶杨二六六 又疑似进入日本领海 遭日本公务船取缔 海洋没划线 到底该如何知道 有没有越界呢 渔船导航就靠这个原型仪器 另外电脑荧幕 呈现的是经纬度 注入要去的地点 就会出现红线 抵达时会发出警示音 不过卫星导航 无法知道有没有越界 得靠船长评经验 注意周边海域 不要太靠近大陆 这位船长的荧幕 充满密密麻麻的红点 渔民会评经验 知道哪里渔货较多 自行做记号 渔民呼吁政府 该印就要印 不然以后没地方捕鱼 恐怕影响渔民生计 TV别新闻 陈正在澎湖的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 在南海的争议 有望来降温吗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就释出善意 他说最晚会在 今年九月底之前 来撤出美国在 旅宋岛北部 所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 中国海警三号令颁布后 强行登简菲律宾台湾船只 现在日本渔船也被盯上了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管区说 两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 中国海警船 星期二下午大约1点半开始 陆续进入尖角株岛 即是中国钓鱼岛周边海域 并追踪日本渔船的动向航行 连续航行42个钟之后 在星期四上午大约8点15分 陸續駛離有關海域 中国海警三号令 六月十五号生效后 才过两天 中非便首度在南海爆发冲突 中国海警在仁爱礁 强行登检菲律宾船只 不只拿刀刺破橡皮艇 没收七支步枪及导航设备 还打伤士兵 害得其中一人右手拇指残废 外媒路透社报导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 将向中国大陆求偿 约新台币三千三百万元 中国海警依法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上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 与菲律宾外长七月二号 才在马尼拉召开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 随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便下令缓和局势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宣布 美国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 最晚将在九月撤走 并强调只用于演习 激望替中菲紧绷的气氛降降温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英国国会改选的结果 已经正式出炉了 执政14年的保守党 这次呢是惨遭滑铁卢 总共呢拿下的席次 竟然呢只有131席 是党史创党以来最差的记录 反观的工党这次是大获全胜 囊瓜了超过半数的410席 也是1997年之后呢 席次最多的一次 而保守党这一次呢 会有这样的成绩导致很多 在这个政府里面 本来担任重要职位的官员 通通都落马 席次都没了 包括是前任首相特斯拉 还有呢像是国防大臣 司法大臣教育大臣 还有下议院的领袖 恐怕都无法继续在国会来服务了 那至于呢未来的首相人选将会由 这个工党的党魁施凯尔来担任 他的背景跟前任首相苏纳克非常不一样 我们了解苏纳克他是一个 不管家庭背景或是呢教育 都是给人比较精英阶级的形象 不过施凯尔呢他常常提到 他是出生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 认为比较容易来跟选民拉近距离 不过虽然呢家庭不是富裕的 但是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往上爬 他最终呢是考上了这个牛津大学 在这边拿到了硕士 之后呢展开他的律师生涯 之后呢一路当到检察总长 还拿到这个授勋的爵士 甚至呢成功的入主国会来当选议员 而在四年前他出任工党的党魁 决定要大刀阔斧展开改革 喊出了蛮多的口号 所以呢现在大家很期待是 他来担任新的首相 会不会英国带来新气象 有人还是打上问号 认为他虽然呢嘴巴很会讲 不过呢魅力值跟这个传统上的 民粹领袖比起来 可能还是差了这么一点点 再加上他的核心价值 常常会被质疑 好像立场其实没有这么坚定 因为他的态度一向都是跟 这个商业界走得很近 所以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利益必须要来做权衡 像他之前曾经承诺过要取消大学的学费 不过最后呢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那另外就是呢他喊改革但会不会做呢 有些人觉得呢好像不是这么可靠 那另一方面是对欧盟呢 他的态度其实也是走得蛮亲近的 所以未来英国的新政局会如何发展呢 选民都在看 英国国会大选彻底变天 工党党魁施凯尔在掌声中发表圣选演说 施凯尔率领的工党在650席下议院席次中 轻松过半还拿下远超半数的400多席 保守党只剩下一百多席 即将下台的英国首相苏纳克 向支持者道歉承认败选 相比家境优渥的苏纳克 现年61岁的施凯尔出身劳工家庭 儿时因为母亲重病过得相当辛苦 但努力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并当上人权律师 施凯尔的这段经历 加上妻子本身就在国民健保署上班 让他更重视医疗服务 除此外他对足球的热爱 也缩短于选民的差距 工党在英国属于中间偏左政党 上任后重点将聚焦改善经济 但外交上分析不会有太大改变 另外施凯尔曾在2016及2018年 两度访台与时任副总统陈建仁对台 对台湾并不陌生 未来是否有机会扩大交流 有待继续观察 点心文综合报导 大家都在观察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从上个礼拜的辩论会之后呢 川普好像现在是倒吃甘蔗越选越顺了 我们来看这份是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度呢是有48% 那拜登呢只有42% 两个人的差距落在6个百分点之间 那很多的受访者呢被问到觉得拜登上礼拜表现怎么样呢 他们的形容词都很负面 包括呢糟透了很难堪 而且他整个人看起来好像糊涂 糊涂涂的不是这么的灵光 那有80%的选民也认为呢 拜登年纪真的太大 超过80岁根本就不适合继续的拼连任 甚至连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 他们也这么认为 有7成6的人说呢 拜登真的不应该再继续连任下去了 那民主党呢其实也有要换败的声浪 假如不是拜登的话会是谁呢 外界都在猜很可能是拜登的副手贺锦丽 所以川普阵营似乎也有所准备了 有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就说呢 过去48个小时 川普呢跟盟友就透过社群跟声明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似乎呢已经在思考要如何来全面攻击贺锦丽 假如贺锦丽真的是他在选战当中的对手 那川普本人 拜登本人他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局面呢 他似乎是下定决心要选到底的 他就坦诚确实上个礼拜表现不太好 犯了错搞砸这个辩论 不过他也提到呢这毕竟只是一个90分钟的表现 那希望选民能够记住过去三年多来 他到底为美国做了哪些事情 他认为他的执政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呢誓言会继续的选下去 那至于我们刚提到很多选民讲的是对他的这个年龄太老的质疑 他想要证明自己其实还是很有活力的 所以今天呢还在记者的镜头前面秀出了一段小跑步的姿势 在周六接受ABC电视台访问 力图摆脱时常呆滞 只会读稿的臭名 没想到最新还传出拜登在周三一场州长会议中 表示自己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 未来会避免参加晚上八点以后的活动 你知不知道 可能他在他的年龄上没有参加事 但我认为你会认为这样的活动 但这会惹到一些领导 辩论后民主党陷入恐慌 川普抓到机会在打高尔夫球时很酸拜登 拿出访与感冒来当借口掩饰失败 那昨天前面谈论的谈论 太棒了 你会把这个摆倒的蟹 血上加霜的是民主党大金主 Netflix共同创办人哈斯丁 和迪士尼创办人的孙女阿比盖尔 也都呼吁拜登让位 否则将考虑暂停捐款 从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粗框 到最新英国经济学人 在封面放柱形器补刀 通通都在狠酸拜登 尽管换拜声浪 传得有皮有眼 实际上民主党看起来还是指纹楼梯响 目前只有三名现任议员跳出来表态 更多人还是选择沉默 不过专家也断言 拜登没有更多犯错的机会 再一次走神 对他的支持恐怕就会全面崩塌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那在其实川普跟拜登的对决当中 乌俄战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那至于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怎么看今年的选举呢 普钦他就说 确实他有看了一下这个辩论会的片段 他本人希望拜登能够继续的连任 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有仔细的说明 不过他以前曾经评论过 他觉得川普呢 比较不按牌理出牌 拜登是更好预测的 所以似乎呢 比较喜欢来跟拜登 在这个国际议题上来做交手 那至于川普最近讲过的一段话被翻出来 川普曾经提过 他说呢 如果他是总统的话 那这个俄乌战争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结束了 那普钦就评论 俄罗斯非常认真看待川普的这番话 不过呢 不太清楚 他讲的和平提案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战争打到现在 看起来好像似乎反而让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增长了嘛 西方国家制出很多的制裁 不过这一份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准报告就显示呢 其实俄罗斯之前是在中等偏上这个等级 但现在竟然变成了高收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主要是在三个面向 是俄罗斯的经济受到军事相关活动蛮大的影响 那后来呢 开始贸易逐渐反弹 金融业跟建筑业势慢慢的在成长 这都让俄罗斯的实际跟明目GDP有蛮大幅的增长 那人均国民所得也大概有10%以上的涨幅 不过这份数据到底值不值得相信可不可靠呢 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 他就分析认为确实呢 西方的制裁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 因为这场战争呢 让俄罗斯发现他们必须要自立自强 刺激国家的工业来自给自足 顺势呢也开吐了新市场 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供应链 所以看起来不是坏事 反而其实有他正面的一面 不过俄罗斯毕竟被西方国家封杀 还是在继续找盟友 所以呢他们也在这个哈萨克的上合会 来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二次的会面 不过在这个会议上呢 其实参与的国家都签署了一份这个新的公告 要让第十个国家加入 那就是白俄罗斯了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认为 这似乎是俄罗斯有意要扩大 自己在组织之内的影响力 由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周四一早在哈萨克举行年度圆桌峰会 会上受到各方关注的除了中俄两国元首之外 还有这位新成员 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第十个正式成员 外界相信这与俄罗斯总统普钦的强力运作 以便增加俄方在组织内声量有关 会议同时宣告由中国担任上合组织 接下来的轮值主席 这是相隔七年后中方再次担任主席国 我们要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机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习近平在致辞时不点名批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透过单边制裁等方式逐起小院高墙 威胁其他国家发展权利 因此呼吁各国联手推动科技创新 维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 各国的安全才有真安全 我们要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 此外习近平还呼吁各国要团结起来 共同抵制外部干涉 把地区和平发展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鉴于当前上和组织成员内 除了四个中亚国家与印度巴基斯坦之外 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与白俄罗斯四国 当前与西方国家的竞争 甚至对立态势相对明显 再加上此前一天 习近平与普京会谈时 也强调要团结全球南方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 共同反对单边制裁和霸权主义 防止心冷战的态度 中俄两国联手试图把上和组织打造成 能够在国际事务上抗衡美国霸权的 政治经济集团企图已经不言可遇 尽管学者坦言 上和组织本身的松散结构 不太可能形成犹如北约 或者欧盟的集体安全或经济联盟 但对于普京来说 藉由上和组织 可以展现俄罗斯的朋友圈持续扩大 并且继续拉近与最主要老朋友的关系 以便突破当前因为侵略乌克兰 而遭遇西方国家孤立的状态 因此他在上和元周会上 积极展现领导姿态 并且在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中 重申两国关系紧密 但这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 习普再次面谈 只看到行李如一的致辞和发言 习近平还提醒两国要秉持初心 独特价值 似乎暗示二方不要被其他朋友拉着走 两人的互动气氛 于五月中普京访问北京时 轻松自然的姿态似乎有些差距 中国官媒对于这场习普会 也都只有平铺直续的说明 篇幅不大 而且看不到任何花絮 至于这届上和组织园桌峰会上 缺席改派外长代表的印度 则在场边与中国外长王毅展开会谈 两国难解的边界冲突议题 就是谈话的主轴 雙方虽然都认同边界争议持续不符合两国利益 也都同意加快谈判步伐来解决争议 但最终并没有任何具体成果 就如同这场为期两天的上和组织峰会 虽然所有国家都签署了阿斯塔纳宣言 但除了中俄两国的表态之外 并没有为当前国际情势 带来任何具有一定力量的调整或改变 TVP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大陆在经济上现在是不是要针对欧盟来展开 报复的行动呢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 其实前阵子欧盟对大陆的进口电动车 加征了一个蛮重的关税 比例最高有达到37.6 那大陆呢之后呢也发布了一个通知 说要召开白兰地的反倾销听证会 在7月18号就会正式登场了 而不过这个调查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就有公告了 当时呢他们说呢要立案来调查原产于欧盟进口相关的白兰地 不过这些品项几乎通通都是来自法国的 就被外界质疑是不是特别针对法国来开杂呢 这是要报复法国支持欧盟对大陆电动车的这个反补贴调查吗 不过大陆方面是马上驳斥这个说法 说其实大陆跟法国之间的交流跟互动都还是蛮正向的 比如说呢像今年5月份的时候 法国总统马克宏去跟习近平见面 也送给他两个品牌的白兰地 目的是要感谢习近平对于反倾销调查 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所以双方看起来其实呢仍然蛮友好的 并没有直接的撕破脸 毕竟呢没有任何人乐见 中国大陆跟欧洲的贸易战正式开打 大陆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在泰国成立的电动车工厂正式投产 年产能为15万辆 为当地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 比亚迪4号也在泰国厂区举办第800万辆电动车出厂仪式 达成全球首见记录超车特斯拉 我们期待为泰国带来先进的新零汽车技术 推动泰国汽车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比亚迪在泰国市占率高达40% 每卖出三辆电动车就有一辆出自比亚迪 荣登连续18个月销售冠军 另外比亚迪看准的 除了泰国具备组装技术外 他也是出口其他东协国家的枢纽 更能避开欧美高关税 欧盟7月5号开始 对大陆电动车加征为期四个月的临时关税 税率鉴于17.4%到37.6% 四个月过后 如果最终反补贴调查罪名成立 欧盟就会提出明确税率 克征期限长达五年 欧盟希望扭转不公平竞争 争取跟大陆政府的谈判空间 大陆商务部回应 迄今双方已进行多次协商 呼吁欧盟要正视成员国跟汽车业 反对课税的声浪 中方希望欧方认真听取 盟内呼声 理性务实的与中方开展磋商 即6月20号宣布将对欧盟出口的猪肉 进行反倾销调查后 大陆嘴行宣布 7月18号将召开白兰地反倾销案听证会 中欧贸易大战建在弦上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的华城又传出了工厂火警 在之前曾经发生过一间锂电池工厂 大火夺走了23条性命 这一次是在一间油墨工厂 也传出了大火 而火势在三个小时之后才被扑灭 而这两家工厂的位置 其实距离只有短短500公尺 由于厂内囤放大量 以酸遗址 甲基乙基酮等有害化学物品 警校一度启动以及警报 幸好厂内三名作业员紧急逃离 没有受伤 在投入31台灭火机具 78名消防员后顺利灭火 不过工厂已经完全烧毁 至于火灾原因还需要调查 而这场火灾离上个月月底 造成23死的锂电池工厂大火 仅有500公尺距离 由于该工厂为特斯拉锂电池供应商 电动车使用锂电池的安全性 在南韩也成为讨论焦点 电动车一旦起火 火势蔓延速度快又难扑灭 因此现代汽车集团 正致力于开发全固态电池 不仅续航里程更长 起火风险又比较低 在全球电动车越来越与燃油车 并驾齐驱的同时 更安全有效率的梦想电池 自然也成为车上与消费者 关注的焦点 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有远警在执勤的时候 竟然是被嫌犯车上的爆裂物给炸伤 这名嫌犯疑似是在这个爆裂物里面 添加了某一种粉末 如果近距离像这样子爆开 很可能会导致对方失明 不过幸好这名远警送医治疗之后 没有大碍 远警领检驾驶才打开车门 就传来扑鼻的大麻味 这些酒袋是在这些酒袋袋子里面 你也使用酷刑吗 没有 没有 我有6个咖啡 这在美国佛州 两位远警盘查 疑似吸毒犯的车辆 今晚驾驶时口否认吸毒 只是没查不知道 一查不得了 车上竟然发现毒品 甚至还有吸毒用的试管 这种钥匙 没有误误 没有误误 这是草莓酸钥匙 警察继续搜查车上物品 结果在驾驶座上 藏着一把手枪 只是搜查进行到一半时 突然传来的爆炸声 警方的密露器跟着一片白 而且远警还得忍着 呼吸困难胡搅支援 等帮嫌犯刷完手铐 脱下防弹衣一看 衣服上竟然还残留 许多白色粉末 原来证明警察找到的 竟然是没填窗了 绿粉的简易炸弹 我们用慢动作来看 炸弹爆炸的瞬间 可以看到爆炸后 还有白色粉末喷出 还好被波及的警察 只有呼吸系统受伤 已经送往医院治疗 而且没有生命危险 涉嫌吸带毒品 而且还炸伤警察 驾驶查尔斯 现在面临多项指控 而且为了预防车上 还有其他爆裂物 当地警方不止出动拆弹小组 还要详细调查爆裂物的成分 和详细爆炸原因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会炸伤人的可能还有烟火了 美国最近在庆祝国庆日 不过就频频传出 烟火施放伤人的意外 那另外呢 其实就是画面上您看到 这是META的创办人祖克伯 他怎么庆祝国庆呢 他是拿着美国的国旗 去冲浪 一手拿着啤酒 一手拿美国国旗 META创办人祖克伯 穿着西装 戴上自家智慧眼镜 与金项链冲浪 用影片庆祝美国国庆 其实祖克伯在三年前 就曾经穿着泳裤 拿美国国旗冲浪 这回堪称是升级版 还故意穿上了西装 影片PO书后 还有META员工留言打趣 这真的是祖克伯本人 而不是AI生成影片 全美各地为了庆祝独立日 夜空绽放缤纷烟火 不过这些烟火危机四伏 旧金山的一座公园 因为有市民违法放烟火 火苗乱窜 降落在草原上 下一秒干草被点燃 火势迅速燃烧 超过1.2公顷 而在麻州港口 也传出7月4号 庆祝活动前 一扫载着烟火的船 夜间起火 为了知道烟火到底有多危险 CN专程拿假人来做实验 烟火爆炸威力强大 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统计 去年烟火事故就高达九千七百起 大多都发生在国庆日等 庆祝活动期间 医师表示特别是十五至十九岁的青少年 比例最高 医师呼吁民众一旦发现起火 一旦发现起火就要立刻拍打灭火 并尽快冲凉水降温 更严重的话就得送医 提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的德州就很担心 即将来袭的大西洋飓风贝罗 所以当地的动物园已经开始为雨筹谋做准备了 他们希望能够把三十七只的大鳄鱼 全部移动到安全的地方 总理说的树枝在强风中狂摆 飓风贝罗已经扫过开曼群岛 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贝罗虽然已经减弱到二级 不过还是能刮起每小时175公里的强风 而且正朝墨西哥和美国前进 贝罗的外围环流 已经让墨西哥北部降下大雨 甚至还有鳄鱼跑出养殖场 直接在马路上逛起街来 还好这些鳄鱼没有造成人类伤亡 为了避免类似状况发生 美国德州的鳄鱼保护区 也着手为鳄鱼搬家 这群德州人合力把超级 高大鳄鱼捆住再拉出水中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钻鱼 去安装他的脚 一 二 三 一只鳄鱼甚至得四个人才能搬得动 他们想趁飓风来临前 帮园区里30只鳄鱼搬家 所有鳄鱼在第一个地方 都在这里因为他们不能再来 因为他们已经饿了 因为他们已经饿了 他们已经饿了 他们已经饿了自己的人 和食物与人与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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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已经至少造成食人死亡 在加勒比海的圣文森 港口只剩下被飓风打烂的渔船 当地渔民也担心未来的生计该怎么办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新闻的朋友 如果您是用手机的话 欢迎在我们的频道来按下订阅跟分享 如果您是用电视收看的话 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留言区 你可以用手机在上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对新闻的想法 而我们再来关心呢 是这个AI机器人是时代的趋势 目前正在大陆上海举行的 2024世界AI人工智能大会 就展示了非常多款不同的AI机器人应用 我们带您一起来先读为快 AI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号开始在上海登场 特斯拉第二代人型机器人Optimus 再度亮相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从影片可以看到 第二代Optimus所有手指都具备感知触觉 可抓握更精细的物体 而且重量比上一代少10公斤 行走速度快30% 中国大陆研发的人型机器人 不遑多让 这款人型机器人高182公分 重80公斤 能像人类一样行走奔跑 跳跃或承受冲击 并且轻松抓取放置各种物体 比如说完全一个复杂的 家政服务房间收拾 或者说工业场景 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任务 需要大模型 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把大家统一的调度起来 人型机器人可做体操伸展 从桌上剪食物品 四角机器人既能站立 还能在楼梯快速移动 另外这款搭载Robot GPT的机器人 还能辨识人类指令 下决策并执行任务 根据一份2024到2029年 中国人型机器人产业规模 报告估算 2035年 中国人型机器人市场规模 渴望达到3000亿人民币 成为科技业下一个金基母 人工智能发展 既是全世界重大机遇 也是全球性的重大挑战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开幕会致辞表示 各国应该在AI领域相互协作 联手克服难关 但美国将进一步封锁 大陆发展AI晶片 人型机器人 恐成为中美角力新战场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关心是 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登上 是德国服役 刚刚满五年的新型巡防舰 到底这个军舰上有哪些武器 还有船舱里面的设计 长什么样子呢 一起来看看这则报导 登上德国海军的巴登福腾宝号 可以看到这里有127mm的舰炮 而且在船船两侧呢 还有12.7mm的机枪 尖手上有RM116滚体飞弹系统 有21管能发射舰队空飞弹 2019年服役的巴登福腾宝号 排水量7200吨 载员190名官兵走进船舱内 他们有四艘这样子的一个巡逻艇 那可以来非常机动性的 来进行任何的任务 那另外呢 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假人 那这个假人呢 是他们在做这个人道救援训练的时候呢 把他放入水里呢 他们说是合体完全的吸水 而且呢合体达到的重量呢 是几乎到了90公斤 也等于呢 是像一个成年男子的一个重量 出巡期间演训包括人道救援任务 而该舰正在执行首次的环球远航 这次陪同出巡的是柏林席补给舰 法兰克服号 另一头来看到 2022年环太军演结束后 9月就通过台海的 加拿大巡防舰温格华号 加拿大出台代表6月证实 下半年将会有三艘军舰行星台海 那包括温格华号吗 作为哈利法克斯及军舰 波弗斯57公里MK2舰炮超醒目 另外还有MK48全身发射系统 可发射海马屑飞弹 而日次来还泰温格华号 不参加提成演习 与传统盟友进行电子作战训练 展现强化岛链防护决心 TVB的新闻红富华 留听听下位报道 又到了星期五限定聊体坛的时间啦 我们今天又来很多讯息要来请教亚历哥了 是 家长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是NBA的这个市场上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讯息 那我们上礼拜就讲过 这个浪花兄弟要不要拆火呢 果然Klay Thompson他宣布呢 他要这个去独行侠了 那您觉得这个阵容 有机会来冲击下一季的冠军吗 我们来看一下像图卡 就是最近的这四笔啊 可以说是非常让球迷这个 印象深刻这样的交易 先来看到Klay Thompson 他以三年五千万这种先迁后患 去到达拉斯独行侠 其实胡人队开出了价格更高 胡人队开给Klay Thompson 这个四年八千万 军薪两千万美金这样的一个合约 其实Klay Thompson最想要留在勇士啦 但是因为他生涯到 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勇士 但是很可惜浪花兄弟 现在终于是要拆火 因为他跟着勇士一起拿下了四座的冠军 而且他在今年不断的跟勇士这样的一个接触 就是他开出了就是说我只要两年四千万这样的一个合约 但是勇士大家都知道在今年赛季是整个NBA啊 豪华稅脚最高的 而且Klay Thompson的一个伸手的确在过去这个赛季 推化蛮多的 上去年的季后赛 他们在第二轮输给了胡人 今年甚至是在第一轮都没有闯过 那少了K汤 那现在他现在去了独行侠 为什么不去胡人 因为胡人也是他爸爸的球队 他自己说 四年八千万 其实跟三年五千万 听起来好像胡人给的比较高 对不对 但是他K汤自己讲 他觉得去胡人话 就感觉跟勇士队很像 他既然就离开勇士 他不要再去到另外一个类似勇士的环境 那他蛮喜欢独行侠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Donchich 那也在 还有Kary Irving在那边 他去那边做这样的一个定点射手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他自己认为啊 独行侠的阵型是蛮适合他的 那另外看到勇士队也走了另外一位老将 Chris Paul Chris Paul是以一年一千万美金啊 去到了马赤队 那我们知道马赤队今年有最佳新人啊 Victor Wimayama 就位法国的一个状元 就这个月底 他也要代表法国队来打巴黎奥运 那我们知道Chris Paul 虽然生涯到目前为止是一贯难求 不过他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来带着 Wimayama这一名 今年这个赛界年度最佳新人来成长 那另外看到这两笔东区的一个交易 Paul George 哇 居然去到了七六人队 而且 年军薪是超过了五千万美金的 这属于顶薪的这样的一个 大合约啊 四年二点一二亿 那从Paul George最早的溜马 然后去到雷霆 再去到快艇 组成F4 结果有人质疑他的忠诚度 我只能说 不管你怎么转队 我觉得职业运动 生意就是生意 那对于Paul George来讲 他在整个生涯的末期 他也超过三十岁了 他这样的一个生涯末期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四年 年军薪超过五千万美金的合约 我觉得不要去质疑他的一个忠诚度 你要看他说他去到七六人队 有跟MB 跟这个一起来 有没有机会在东区来冲击总冠军 那今年拿下NBA总冠军的塞尔提克 哇 这两年真的是运钞车开出来啊 双炭华 Jalen Brown 还有Jason Tayton 都拿下这样的一个超级的大合约 你看到 五年三亿一千四百万 这年军薪更是来到六千万 今天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啊 去年给Jalen Brown 今年给Jason Tayton这两份 加起来超过六亿美金的合约 已经超越了当初胡人三连霸 两千年初期的Kobe Bryant跟侠客 这两个人生涯总共赚到钱 还不止啊 还赶不上这两份大合约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通货膨胀太厉害了 大鼎心时代 我觉得NBA这样的一个洗牌 我觉得也会让下个赛季NBA 更多的一个可看性 对那讲到下一个赛季 其实我们刚讲这么多交易 大家也在看是LaBron James要去哪里呢 现在确定会留在胡人 那我们讲他的儿子也确定要加入胡人 很多人期待有没有机会父子同台 不过看起来有评论觉得其实机会不大 原因在哪里 对国外的一个球员说 在第一年的菜鸟年 Bron James有可能会从这个发展联盟 也就是G League来出发 很合理啊 因为他是第二轮第55顺位 这样的一个出发 而且以他的一个身高 190公分出头 我觉得在胡人阵中 你又没有办法当所谓的一个3D射手 你可能只能从1号这样来出发 当然父子同台绝对是一个噱头一个话题 那不过以胡人队现在的一个状况 他们争取Clay Thompson失败 原本希望Clay Thompson可以来补足 他们在攻击火力上的这个点 但是Clay Thompson去了独行侠 那现在LaBron James签了 这样的两年超过1亿美金这样的合约 未来的这两年 胡人的整个总薪资 现在也达到了第二层豪华税 这样的一个标准 要继续补强 真的其实有他的一个难度 而且胡人队很给老瞻面子 给了他儿子Browney 4年将近800万美金这样的合约 而且前两年是保障合约 我觉得对LaBron James来讲 就是他40岁 他年底将满40岁 那状况竟然还维持得不错 那就看看能不能在这两年 继续看能不能把儿子给带起来 因为儿子我觉得以新人来说 一定要经过所谓发展联盟的一个洗礼 你要证明你能够在一军 也就是在NBA最顶级的一个联盟当中 展现出你竞争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他身高明显没有他爸高 他爸身高超过200公分 但是Browney 第一个他心脏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也是外界的一个疑虑 不要打一打就是身体上有状况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Browney James跟LaBron James 这一对副子党看看 你看有没有机会就是爸爸带着儿子 说不定可以一起打季后赛 可能现在看不到 但或许以后值得期待 那当然看球赛除了看球员表现之外 很多人是想去场边看拉拉队的 不过在台湾出现一个状况 这是有球迷他去这个新装看球 那他想跟拉拉队来合照 结果呢就被球团的工作人员阻止了 事后他还控诉保全对他动错 拿出报案三连单 当事人许先生指控看球赛进 演变成冲突 反正他是 我确实是有感觉他这样 打到这样子 对啊 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提告 就算这样啦 我就算真的攻击球团人员了 那请问保全可以打我吗 许先生是富邦汉将球迷 原本开心去看球赛 还是先买了冰粽 要送给拉拉队员 指控过程中 上前制止的保全有动手 第一点就在新美市新装棒球场 当天是富邦汉将队上中信兄弟队 却有球迷为了跟拉拉队员合照 跟现场的保全发生冲突 因为看到YouTuber去前台 跟拉拉队员拍照 于是跟着跑过去 当下被球团人员制止 事后他到柜台理论 当时有保全到场 出手制止 当时情绪有点 有点高涨吧 然后我就那个跳针式的 就拿着那个影片 跳针式的像 富邦汉将球团的工作人员 我就质问他们 因为我觉得 我被 就是 差别待遇啦 就是为什么 驾许可以 而我 不行 对此富邦汉将球团也回应 当天有邀请这名YouTuber 到台前跟拉拉队员合照 并没有进入管制区 对于民众擅闯管制区的行为表示遗憾 强调自己是球迷 却在这次的事件中引起冲突 更指控事发至今快一个月 都没有收到球团道歉 因此决定提告球场 体验讯 吴奎远 黄建国 黄建分新美市报道 再过三个礼拜就是巴黎奥运啦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代表队 总共有60名的选手要出战 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三位代表人物 就是柔道男神杨雍伟 还有这个羽球的一姐戴姿影 另外就是举重女神郭信纯了 他们现在呢 整个团队备战的状况怎么样呢 亚历哥 在昨天公布的这一份啊 参加巴黎奥运的这样的一个名单 我们知道巴黎奥运7月26号登场 那这一次60名单当中 感觉上有一点点算是阴盛阳摔了 当然女的代表参赛选手是比较多 当然多排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图卡上整理出来了 当然小代代姿影 我们知道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他杀进到了羽毛球的金牌战 很可惜 输给了陈宇飞 那当然寻求在59公斤这个量级 我们的举重女神郭信纯 哇今年要面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要知道郭信纯他们在 郭信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他的这个量级是没有中国的选手 但是今年在整个巴黎奥运啊 举重量级缩减的一个情况之下 郭信纯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 他要面对中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挑战 而且这一次赛程安排很有意思 在举重项目是安排在整个 巴黎奥运的最后一周来举行 那杨勇伟 杨勇伟的柔道项目 我们知道杨勇伟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拿下了银牌 杨勇伟今年当然也非常有机会 是我们夺牌的一个重点希望 那柔道项目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 柔道都是在第一个礼拜来进行 那中间刚好就来看戴姿印 那今年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 这个李志凯的安玛了 那李志凯上一届东京奥运 拿到了安玛的这样的一个银牌 但是今年跟这个巴黎奥运真的是擦身而过 真的是我觉得这隔了三年之后 我觉得今年奥运很有可能就是 不会像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我们上一届是拿了两金四银六桶嘛 那今年当然我觉得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可能对中华来会是高标 不过说不定因为今年多了一些 我们有新的项目像是图卡上看到 那我们今年PD5也取得了那会类赛资格 另外轻挺激流不定向飞把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华队 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在巴黎奥运 而且除羽毛球之外 我们的林洋佩也是最后一次来出赛了嘛 因为李洋宁说了那这次要准备退休了 我们希望小代还有郭信淳还有杨永伟 看看全力以赴的情况之下 一切交给上帝好好地替中华队加油 感觉会很精彩 我们刚刚提到呢 这个奥运的前面中面中段跟后面都有重点赛事 希望大家一起来帮中华队的选手加油啦 那我们先来看是这个最近正在进行的赛事 是欧洲国家杯的足球赛 我一直很想要下班 因为12点要回家看球 不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 前阵子16强的这个赛事 有人说看到很多这个英雄的眼泪 比如说像C罗 该进的球没有进很难过 当然这球葡萄牙还是晋级 那另外就是这个西班牙 好像一开始有一个乌龙球 不过最后呢还是扳回一城 对那从在今天的晚上啊就是 7月6号的凌晨12点开始 然后3点有两场这个欧国杯的一个比赛 第一场比赛就是德国要对上西班牙 哇这双强对决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看 足球迷在这两天的一个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的凌晨真的是要爆肝 我们来回顾一下图卡上这四场这个16强的比赛 当然C罗我们知道他在2016年曾经带领葡萄牙 拿下欧洲国家杯的冠军 也是他生涯代表这个葡萄牙国家队 拿下的唯一的一个大赛冠军 C罗已经39岁了 但是从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 直到今年2024年的欧国杯 C罗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球了 虽然他仍然保持着 在欧洲国家杯的一个最多进球记录 那也保持着葡萄牙的一个进球记录 但是在今天凌晨也就是7月6号 礼拜六凌晨3点钟 那葡萄牙下一场比赛 要来对上法国 那这场比赛当然大家是比较看好法国 不过球是圆的踢了才知道 那葡萄牙镇中那个有老将压阵 除了39岁的C罗之外 不要忘记还有41岁的佩北 那当然我觉得在礼拜六凌晨这两场比赛 其实都还蛮有可看性的 欧洲国家杯的看点一向都是 我觉得不会输给世界杯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前表的一个上半部 那前表的下半部 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讲到说 意大利这是卫冕军 哇没有想到在淘汰赛 竟然是输给了瑞士 而且是0比2遭到了对手的一个零封 那英格兰对斯洛伐克 我们知道加荣是支持英格兰吗 英格兰前面90分钟 0比1看的支持英格兰 赢得丑也算是一种赢啦 那时候应该那个 要宽容一点 看了心脏应该快跳出来了吧 还好在那个后来追平之后后来居上 那现在击败斯洛伐克之后 英格兰在下一场比赛就要来正面 来对接瑞士队 在前表下半部的另外一个对战组合 荷兰要对上土耳其 那如果在英格兰这边能够顺利 过得了瑞士这一关的话 那下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也不好提 因为面对橙色军团的荷兰 或者面对今年欧国杯 我觉得战力还算蛮不错的土耳其 我觉得对英格兰来说其实都是硬仗 不过英格兰在上一届的欧国杯 还记得四年前 他们是杀进到了冠军赛 最后是PK战输给了意大利 不知道今年英格兰他们的PK 有没有再多加练一点 应该有练吧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所以这两天的这个半夜 我觉得这四场 礼拜六礼拜天凌晨的四场 欧国杯的八强战 我觉得足球迷真的是值得爆肝来收看 是 那现在就是还在这个八强的阶段 到底最后鹿死谁手呢 相信刚刚亚里哥介绍很多这些球队的 这个对战很多签表的这个安排 这个喜欢足球的朋友 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聊体谈的时间 再次谢谢亚里哥 谢谢佳蓉 谢谢大家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 好 感谢观看